一把整个棒 打的腰就是屁股鸟牛 皮影戏又称影子戏或者灯影戏 是中国民间古老的传统艺术 好你个红孩儿 快快教出我的师父 好饶你不死 好嘞 妖精崽子们快把我师父送出来 我是唐山尊华人 出生在一个皮影世家 我们家祖孙陆五代人 都在从事着皮影戏的表演 皮影戏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据传说在西汉时期 汉武帝时期就有了 在陕西化州 因为它这个皮子 一般的传统来说就用 驴皮 牛皮 羊皮 马皮什么的 各种皮子做的 皮子它本身就有韧性 再说也结实 还防水 毕竟雕刻起来 相当复杂 这个皮子这个雕刻 需要几十道工序 我六七岁就开始学皮影戏 十三四岁就开始灯塔演出了 已经表演了四十多年了 主要的是得练功 你像我们都是童子公样了 没点功夫它拿出来它也不逼真 主要是功夫还得有 还得有协调性 这团队精神嘛 差一样也不是不可以的 我们就四个人都可以了 连幻景都有时间 因为这个时间点 卡得得相当准 不能误常 这个不是打架 要不要吵架 手在里头 皮影发展的也比较困难 因为它这个学这个的太少了 学的难度比较大 市场的没多少 全国也就有两千来个人在学吧 国家也挺重视的 在2006年就把唐山皮影戏 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011年11月27日 又列入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现在也有几十个国家级的传承 剩下省级市级都有 也是比较重视现在 我们以前也是搞传统皮影戏演出 一唱就唱 一晚上就四五个小时都是它 就是以唱为主 现在因为随着市场需求 就是创新就得是以表演 表演就需要灯光啊 顾景啊 需要精彩一点 只要想传承这个皮影 就必须得走这个 与这个群众 相结合 与观众 相结合才可以 人家观众不接受 不欣赏 再传统也是会逐渐地被淘汰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与内感谢你们采取核心 de凌晨 等下车 还没有